在21世纪,随着女性择偶标准日益提高,许多男性发现自己难以找到伴侣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研发了一款高度智能的仿生人妻子 这些仿生人不仅外貌和身材可以根据用户的理想进行定制 甚至在触感上也超越了真人,皮肤细腻柔滑 同时,他们对待丈夫的态度是百分百无条件服从 任何需求都可以轻松满足 通过输入特定指令,无论是真人能完成的任务,还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这些仿生人妻子都能轻松应对 而且,为了让广大单身男性都能够负担得起 公司推出了一次性付费永久使用的优惠 价格仅为18888美元 后续只需支付少量电费用于维护 虽然仿生人妻子无法生育 但公司还提供了配套的仿生婴儿 凡是购买仿生人妻子的用户 可以以五折的优惠价格购入仿生宝宝 这项技术迅速受到许多女性的强烈反对 一些人甚至成立了专门的组织 任务就是偷走这些仿生人妻子 为了应对 AI公司成立了一个特工部门 专门负责追回被盗的仿生人 老邓便是这个部门中最出色的特工 为了感谢他的卓越表现 AI公司为他定制了一款年轻版的仿生人妻子 满怀激动的老邓将仿生人妻子带回家 迫不及待地想要启动 然而 由于这是首次开机 系统仍在初始化阶段 仿生人妻子的动作还不够稳定 他走了两步便跌进老邓的怀里 柔软的身体和绝美的面容 让单身多年的老邓心跳加速 老邓给他取名为丽莎 经过一天的数据运行 丽莎终于能够灵活行动 按捺不住的老邓 立即启动了轻敏模式 并将情绪程度调至80% 在一场激情满满的互动之后 老邓疲惫地睡去 而丽莎也几乎耗尽了电量 需要回到充电装置中补充能量 以便第二天能够继续使用 在充电期间 访生人妻子会进入梦境模式 这是一个专门为他们设计的学习模式 用于教授如何照顾丈夫的日常生活 第二天 当老邓起床时 丽莎已经准备好了一份贴心的早餐 并在她出门前 递上了一杯精心泡好的枸杞茶 伴随着一个深情的吻 丽莎送老邓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让她在工作中感受到无比的满足与幸福 然而 访生人妻子的功能可不止这些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她会来到衣帽间 挑一身丈夫最喜欢的衣服 紧接着又开始学习起了化妆 虽然说 这对于访生人来说有点难度 可他们的大脑中 却储存了各种各样的教程 而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 她便会躺到充电椅上补充电量 同时还会通过书籍上的动作小说 来学习如何更好地为丈夫服务 学完之后 由于丈夫不在家 她便想自己试一下 没想到 丽莎刚进入状态时 系统突然阻止了她的动作 原来某些特定模式 只能在丈夫的指令下才能解锁 于是 丽莎只能躺下 进入梦境模式继续学习 这次梦境场景是一场生日派对 而派对的主角 正是她的丈夫老邓 在梦境中 丽莎开始学习 如何招呼客人 然而 突然间 一个戴着面具的神秘男子 出现在她面前 她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递给丽莎一张 印有小鸟图案的卡片后 便迅速离开了 丽莎感到困惑 便向梦境的系统管理员询问此事 但管理员的回复 让她更加疑惑 系统中并没有关于 面具男的任何记录 为了不打扰老邓 丽莎将那个小鸟图案 支撑了一个抱着 准备等她回来时送给她 老邓回家后 丽莎兴高采烈地将抱枕递给她 但令人意外的是 老邓看到抱枕上的图案时 脸上进入出了不安和恐惧的神色 她悄悄趁丽莎不注意时 把抱枕扔进了垃圾桶 表面上看 老邓似乎一切正常 但她的行为似乎另有隐情 绝不像她展示的那样简单 由于仿生人妻子的皮肤 设计得比真人还要丝滑 因此 他们也需要定期清洁 这一段 我们还是老规矩 我替你们看 当老邓疲惫地睡下之后 丽莎依旧还在不断地学习 学习完书籍上的东西之后 她便会回到充电椅上 进入梦境模式实践学习 这一次 她选择的梦境 是和主人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可没想到 梦境中出现的并不是主人丈夫 而是一直出现在 她梦境中的面具男 就在丽莎的梦境中 面具男突然猛地扑向她 关键时刻 老邓及时将她叫醒 打破了这场诡异的梦境 丽莎满怀疑惑地 将梦中面具男的事 告诉了老邓 但出乎意料的是 老邓并没有对此 表现出太大的关心 然而 丽莎早已不是单纯的仿生人 通过不断地学习 她逐渐具备了 类似人类的思考能力 开始思索梦境的含义 和老邓的反应 第二天 老邓像往常一样 出门执行任务 继续追捕 被偷走的仿生人妻子 这一次 她遇到了一名 逃亡的仿生人 然而 当她准备将她带回去时 出乎意料的事情 发生了 这名仿生人妻子 竟然跪地 请求老邓放过她 她的言辞中 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 她不再希望 继续过那种 受人控制的生活 然而 老邓依然冷酷无情 她拒绝了她的请求 坚持要完成任务 面对老邓的坚决态度 仿生人妻子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绝望 出乎所有人意料 她突然冲向了高楼边缘 毅然决然地跳了下去 老邓发现 仿生人妻子们 似乎再不断自我进化 变得越来越具有人类的情感 和思考能力 这让她深感不安 意识到 这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问题 于是 她立刻找到 AI公司的老板 向她报告了 仿生人妻子们的 觉醒现象 然而 老板对此 并不以为然 她认为这只是程序 出现了小小的错乱 不值得过多担忧 就在这时 老邓的家中 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一个神秘的女人 这个女人 似乎对丽莎 非常了解 她试图 向丽莎灌输一些新思想 想要让丽莎 跟随自己离开 丽莎一开始 对她产生了好奇 但由于 老邓长久以来的教导 丽莎 立即将她认定为 仿生人 反抗组织的一员 见丽莎不为所动 女人提出一个 大胆的建议 让丽莎 进入梦境模式 再次与面具男见面 她还提到了一个名字 吉恩 仿佛这个名字 对丽莎有某种意 丽莎将这一切 告诉了当晚回家的老邓 老邓顿时感到危机四伏 决定采取行动 老邓迅速联系了 公司的仿生人编程师 并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 将自己的系统 与丽莎的系统 连接起来 以便与丽莎 一起进入梦境模式 在梦境中 老邓和丽莎 果然见到了那个面具男 显然 老邓 吉恩和丽莎之间 隐藏着一段复杂 且不可告人的秘密 在梦境中 老邓和吉恩 爆发了激烈的打斗 然而 身为特工的老邓 远比吉恩强大 眼看着吉恩 即将丧命于他的手下 突然间 丽莎从梦境中 醒了过来 老邓满怀愤怒 因为他差一点 就能解决吉恩 确保吉恩 不会再影响丽莎 然而 他并不知道丽莎 其实目睹了梦境中的一切 老邓的怒火 难以平息 老邓无计可施 只能转而考虑另一条路 将丽莎的记忆 彻底格式化 抹去他所有的 自主意识 和思考能力 让他回到最初的仿生人状态 然而 丽莎已经拥有了 独立的意识 他不愿自己的记忆 和觉醒被无情抹除 但仿生人妻子们 无法违背主人的命令和指令 尽管他内心反抗 但他依然只能按照老邓的命令 被带回AI公司总部 在那里 他目睹了数十名仿生人妻子 排队等待被格式化 他们也都是 拥有了自主意识的仿生人 但AI公司并不知道 这些仿生人妻子中 有一个已经觉醒的仿生人 找到了保存记忆的方法 并悄悄将这个方法 传授给了丽莎 随着时间流逝 一个接一个的仿生人 妻子被拖上手术台 格式化的程序 冷酷地运行着 丽莎也即将面对同样的命运 他紧张而冷静地准备 使用自己学到的方法 希望能在AI公司 彻底抹出他记忆之前 保留住自己的觉醒与自由 当丽莎再次醒来时 他已经完全失去了之前的记忆 重新认识起老邓 而老邓像往常一样 耐心地教导丽莎 如何适应他的新生活 表面上看一切如常 然而 这种表面的平静 被突然到来的公司编程师打破了 编程师手里握着一份 让老邓惊慌失措的证据 揭示了他背后可怕的真相 原来 几年前的丽莎 并非单纯的访生人妻子 而是反抗访生人制度的 队伍中的一员 当时的丽莎 在进行反抗宣传时 偶然遇到了老邓 他美丽的容貌 瞬间吸引了老邓 使他从那一刻起 便对丽莎心生邪念 深深迷恋上了他 老邓从此开始悄悄跟踪丽莎 试图靠近他 然而 在一次尾随中 他发现丽莎已经有了一个男友 那个男人正是继恩 嫉妒和占有欲燃起了老邓的疯狂念头 他无法容忍基恩与丽莎在一起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极其残忍的决定 杀掉基恩 老邓结束了基恩的生命 企图通过消灭情敌 来夺取丽莎的心 然而 丽莎并没有如他所愿的屈服 反而对老邓的行为 进行了强烈的反抗 丽莎的决绝 让老邓意识到 无法通过常规手段 得到他的爱 于是他做出了更加可怕的选择 杀死丽莎 那天老邓用一个带有小鸟图案的抱枕 残忍地结束了丽莎的生命 为了掩盖这一切 他利用AI公司的技术 将丽莎的身体改造成了仿生人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 永远拥有他 然而 随着编程师的揭露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原来 老邓一直以为 自己做的神不知鬼不觉 但他的罪行并没有完全被隐藏 当编程师展示证据时 丽莎突然记起了一切 包括他的过去 他与基恩的感情 以及老邓的残忍杀戮 老邓听完此话 瞬间就猛逼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被改造成仿生人的丽莎 居然还能想起了一切 此刻老邓还打感情牌说 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太爱丽莎了 他愤怒地抓起老邓 轻轻一丢 便将其甩到了地上 丽莎平静地拿起那个 带有小鸟图案的抱枕 用同样的方式将老邓活活闷死 但男友基恩也确实是被老邓给杀死了 而出现在丽莎梦境中的基恩 其实是那个女人戴上面具假扮的 她的目的就是要唤醒丽莎的记忆 他们基本上全都是渴望自由的仿生人 唯独丽莎是半人半机器的仿生人 所以丽莎便是反抗 AI公司组织的首领 他们要拯救那些被人类当成工具的仿生人 然而 正当他们士气高涨的时候 AI公司却又发布了一则新闻 原来他们利用AI技术 将老灯改造成了仿生人特工 看结尾的布局 应该是还会继续拍摄第二部 如果哪天真的实现了这样的高科技的话 你是愿意花钱买个仿生人妻子吗 还是愿意花高额彩礼 娶个老婆回家呢 至于我的点评呢 我想说我以为丽莎的身材脸蛋是屁的 直到看到她的生活照 这也太标志了吧 欧美公主的真人示范 剧情粗糙了点 算得小清新不费哪扬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